全中国最垃圾的资产之一 就是五星酒店 搞五星酒店是个很赔钱的买卖 为什么 你算笔上也知道 豪华楼堂管所 大游泳池 超大的维护费用 每个房间 每一晚住的人都不同 都得重新破坏一遍 重新收拾 每七年要重新装修改造 是很费钱的 但为什么还搞这么多五星酒店呢 道理很简单 是因为在中国很多地方 政府在创土地的时候 我给你这块地 可以搞住宅 可以搞公寓 可以搞洗手 可以搞收拼帽 但是你把这个大钱赚了 你得帮我建一座 留在本地的五星酒店 拉高我当地的服务水平 所以像万达搞这么多说明帽之后 不得已建了一百多座什么 万达酒店 你以为他想建 巴不得变成公寓直接卖掉 但是这不要求他建 所以导致了大量五星酒店的供给 没有这么庞大的市场支撑情况下 资本回报率就很低 过去15年 资本回报率一直没有超过3% 所以大家理解 为什么万达王健林 首先甩的是什么资产 酒店和文绿 不然我卖完了 想要卖完了 有个酒店很痛苦 所以酒店的老板 思考的问题 根本不是每一天每一晚 这个入住率多少 而是谁能帮我提高 酒店十年期的资本回报率 就同样已经建成 酒店这种业态 谁进来干 能干出个资本回报率 不同的生意 根本发出的不是每一天 是十年 否则到了第十年的时候 万里团队跟他说 老板你又要装修改造了 大厂老化 放在那老化了 马桶老化了 电动床也都用完了 老板请你再花两个亿 给我改造 老板痛不痛苦 又要花两个亿 钱我还没照顾 那我还要花两个亿 所以各位 你不光要想自己 必须要把整个 所有相关方的利益 全部想明白 一个同样的空间 怎么大幅提高资本回报率 这也是个更重要的问题 我除了能干酒店 还能干什么 谁要制作 柠檐 您呢 请订阅 谢谢大家